追新闻PLUS 我们的团队为您精选今天的新闻重点 首先来关心华为 因为中国的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 最近说华为今年全年的营收 大概增加了18% 会到人民币8500亿元 不过面对美国的压力 接下来5G如果要挑战欧洲 恐怕会是2020年华为的最大挑战 而另外来看车展 车展在28号开幕了 这回在台北 而第一个周末买气很旺 Volvo 何泰 纳智杰 都缴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全部加一加第一个周末 就已经促成了将近千张的购车订单 最后来关心娱乐界的消息 讲到第四代子孙 蒋友博在去年爆发婚变之后 又被媒体拍到汉女秘书庄韩云 疑似有密恋优惠 蒋友博事后协议离婚 但是林恒宜认为蒋友博 没有依照约定给付赡养费 因此现在也告上了法院 后续如何发展 或许我们可以来细细关注 不过今天主要跟你讲的重点 其实跟明年元旦 五四三二一之后 大家放完烟火 我们的日子还是要过 所以我们的团队今天就帮大家准备 元旦过后 跨年过后 会有哪些心智要上路 首先我们就先来关心一下 春节前的小红包 我们要先从元旦开始 调涨的基本工资来看 以后劳工的基本月薪 会从两万三千一百块 调涨成两万三千八百块 直接帮你加七百 那涨幅的部分是百分之三点零三 那如果你是领时薪的话 那则是涨到一百五十八块钱 从原版的一百五十块涨到一百五十八 那对爸爸妈妈来说的好消息 就是接受准公共保姆 或者是托婴中心服务的 六千块托育补助 那原本是补助零到两岁 那元旦开始会延长到未满三岁 换句话说就是大概帮你照顾三年左右 那在老农津贴的部分 也从原本的七千两百五十六块 涨到了七千五百五十元 这是政府所发的小红包 另外考照组 其实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交通部就推行了驾训补助 考前三天先上驾训班 那这样子的措施 因为从数据上面来看 真的感觉起来违规有减少 所以一样从元旦开始 补助费会从原本的一千块 加码成一千三百元 那补助的名额 也从原本的八千调升成一万人 另外刚刚聊到机车 机车的泰州补助呢 在未来也有补助 二行程的机车 或者是民国九十六年六月三十号 前出厂的燃油机车 明年泰州城重型电动机车 就会补助你五千块 不过如果你是新买的 那则会缩减到剩下七千块 这点要特别提醒您 也要特别注意 不过电动机车 补助减少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碍于推广电动机车呢 现在就有人在推敲了 因为你看一下这张图表啊 其实从二零一四年开始呢 电动机车的补助量 其实从二零一四年 是逐渐不断地在成长 尤其你仔细观察哦 从二零一六年跨二零一七 二零一七跨二零一八 二零一八跨二零一九 你可以非常的发现 几乎是倍数在增长 那补助多好奇 又是环保趋势 所以在最近这几年呢 当然人人都想要跟风 人人都想要买电动机车 但是呢 刚刚已经跟你说了 如果你是买新的电动机车的话 现在经济不估计 明年数量可能有微幅的减少 原因就是因为不住 可能跟着变少 不过二零 二零年元旦上路的二十五条心志 在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您做出 懒人包来好好替你整理一下 不过除了政府所发发的小红包 南童的子弹公在明天 也要发数年的钱母 在今天呢 已经涌入了满满的排队人潮 带动了附近的商机 因此就有业者突发奇想 以金鸡莲花作为底座 来制作成钱母的展示架 而刚刚跟你说了 人潮来了 所以旁边的小吃店 也因为这些人潮带动了钱潮 业绩涨了两场 银色在展示架上闪闪发光 这些都是民众收集的宫廟钱母 每年都会做一个像这样子的 摆在家里这样子 民众每年都来排队 收集钱母找业者代工 做成属于自己的钱母展示架 钱母賺钱才的金库 这有钱塞 賺钱没人知道 让你賺到小孩 做招财又有小赤 天天赚 不天赚钱 转運保平安 对 三声罗响开始拿钱母迎接2020年 南投这一间公庙 1月1号要发鼠年钱母 周边业者突发奇想 以莲花金鸡底座制作成 钱母展示架 有没有业绩有没有增加三层左右 应该是有 差不多 有有有 无断翻搅油锅控制火候 金黄色地瓜球 业者一大早就开店准备迎接人潮 这边会不会带动你们的一些商机这样 会啊 大概会增加几层 大概两层有吧 还有巧克力业者年初来球金鸡 结果今年比赛获得世界金牌 求了一只金鸡回去 那今天就是带着我们的金牌巧克力 来感谢土地公 然后让我们得到了这个世界的金牌 公庙主委说预计排队人潮会有上万人 尽管天空飘准毛毛细雨 不过前往公庙的路上 已经排满长长人龙 撑着雨伞一个接一个大人带小孩 就是希望新的一年 求好运 求发财 也求满满福气 三内新闻 吴昆宇 红冲翔 南投报导